很多球员和教练在巴萨和爱因霍恩分别留下了足迹,下周的周中,巴萨将迎来于8-19赛季欧冠第一轮小组赛,对手是PSV爱因霍恩,历史上有不少球员和教练曾为巴萨和爱因霍恩效力,我们整理出一些往事,供大家欣赏 1.古德约翰森这名兵大前锋从1995年至1997年为爱因霍恩效力过两个赛季,从20-2006年至2009年为巴萨效力了三个赛季,2.克鲁伊维特这名出色的巴萨9号球员曾在爱因霍恩效力过一年2006-07赛季 3.波佩斯库从1990年至1994年为爱因霍恩效力,1995年,他从这次转会至巴萨 4.雷奇格这名又后位从1997年至2004年为巴萨效力,从2005年至2007年为爱因霍恩效力 5.罗兰尔多万兴人在巴萨经历了不可辞议的一年1996-97赛季,来到巴萨前,他为爱因霍恩效力 6.范伯梅尔在为爱因霍恩效力了五个赛季之后,范伯梅尔为巴萨效力了一年2005-06赛季 7.陈登陈登出的于爱因霍恩新迅营,于1998年至2000年为巴萨效力 8.罗伯森罗伯森之教过双方俱乐部,他于1996-97赛季出任巴萨主教练,于1990年至1992年,以及1997-98赛季之教爱因霍恩 4.罗伯号企业